很不幸的是,只此末法之际,众生如是之邪见,越来越多。 例如,有人喝酒,说是冬天天冷,喝一点饱暖,没有关系。 又有人吃肉喝酒,人家问他,你怎么吃肉喝酒呢? 他说,没关系,我在吃之前,只要先捏一个皱,就把它解决掉了。 既然还要解,就是表示不应当吃。 既如是,为什么能要吃? 又有人回答说,没关系,我在吃肉之前,拧个皱,便把这个肉的众生超度了。 因此我吃肉也是在与众生结缘,并且也是度众生的一个方式。 这真是自欺欺人之谈,稍微有点智慧的人,一听就知道这是托词,顿词合理化,未以善之言。 说得不错,以众生结缘,正是如此。 以本经中佛所示,互相吞淡,这正是以众生结生死缘,结相生相杀之言。 主位,讲到这一段,我们要理解法师的慈悲,他是站在愣眼睛究竟角度来说,有一个居士啊,他很苦恼,他说,我师父师父,我也不敢诵经了。 我说,你为什么不敢诵经? 他说,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吃素啊,我是干苦活的,干劳力的,而且也很不方便啊。 我们那个团体啊,没人吃素,我每天啊,都是硬碰硬,要靠体力的,我不挣一点钱,就没饭吃,也看到这个注节啊,也写得那么严格,我是在没信心,干脆不要诵经,不要念佛。 我说,你千万不要这样子,每一个人的时间,空间啊,背景都不一样,都不一样。 如果你有心修学佛道,你把吃素,将来看阴远,看阴远,那你现在啊,刚出学佛法,刚还没有入门,就连过一都没有看到这个,那么严格,干脆不诵经,他不然每天都诵经,刚经啊。 那后来啊,又去问人家,人家告诉他说,你没有吃素,你不可以诵经,刚经,他就来问师父啊,我说,那当然可以诵经啊,佛没有这样讲说,没有吃素,不可以诵经啊,他就卸下来,我就安慰他,我说,每一个人在学佛,他都会有一种过程,不要一直很难过你的目前,这样不给自己机会一个真上眼, 那怎么得了,就一开始,大家通通,按照最究竟的大圣法来,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福报的。 啊,有的人啊,有的人啊,去到啊,这个高原啊,去修行,他就会发现,哦,那你真正的没有蔬菜,也没有水果。 都不到,吃一种动物的奶啊,还有就是,在高原四五千公尺啊,就是那些畜生啊,死的时候啊,他们不用冰箱,因为都是零下好几度啊,就拿起来,把这个尸体捡起来,还不是去杀的啦。 啊,捡起来,捡起来,放在冷冻库里面,放在,就是捡这些死的,或者是动物咬死的,剩下的,就去捡捡捡,放着,放着,放着,没有蔬菜,没有水果啊,通通没有。 所以啊,当然,陈光法师这个写的啊,啊,当然是为了救众生啊,啊,稍微有了硬了一点,因为某一个时间跟空间,实在是做不来的时候,师父还是鼓励大家,还是以剥热智慧为主导。 好,那么,如果是在台湾,或者是中国大陆啊,沿海地区啊,吃素很方便,那就没事,没什么问题。 如果说南极啊,北极啊,或者是海中一个小岛啊,像新闻报导的这些印尼啊,菲律宾那些岛很多,一根蔬菜也没有,对不对? 那个蔬菜水果啊,他每一个礼拜啊,有一条船来分配到这个岛,大家交换用鱼啊,肉啊,来交换这个蔬菜啊,水果还有米,师父看过这个记录。 某一些岛实在是拿不到水果跟蔬菜,那么如果他想邪佛,如果看到这一段,邪不下去啊,邪不下去啊,为什么会怕啊,对不对? 讲的那么严格,哦,就这里啊,是稍微比较严格,那么师父呢,鼓励大家是以波勒智慧为先导,关于吃素方面的话,就必须要看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时空背景,你不晓得,有的人为了这个吃素啊,家庭大革命,大革命啊,你不晓得,他那个老公就不信息,他信基督的, 他的老婆是信佛的,硬要吃素,而且不足给他们吃,后来搞到什么?搞到离婚的边缘,离婚啊,基督教他不信这一套的。 所以你看吃素有时候很容易,但是有时候那个特殊的家庭却非常的困难,为什么?我们做法师的人很容易就听到八方十路,十路八方的各个信息, 因为有苦,就会向师父恕苦。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因为这个吃素的问题,变成起家庭大革命的问题。 有的为了煮这个婚食,受菩萨戒,受五戒,煮这个婚食,给这个婆婆啊,哇,恨透了,恨死了。 为什么?他说,你们这个邪佛啊,自私,只有要求,只自己要修行啊,不管别人这个家庭,没有邪佛还好,煮饭啊,煮得好好的,现在一邪佛以后,回来通通不煮了。 主位,要不然我现在问你一个难题,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,我现在问你看你怎么下最后的答案,你来回答我。 主位,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,算是小姐了,生了一个女儿,两岁,这个女儿啊,正在发育啊,结果她去受菩萨戒,她也可能是迷迷糊糊糊,也不了解佛教,她就去受菩萨戒,受菩萨戒以后这个戒事讲得很严,回来不敢组婚的。 这个女儿啊,这个女儿啊,也不喜欢吃素,她两岁啊,现在慢慢慢慢长大了,到三岁四岁啊,开始营养不良。 你营养不良啊,常常什么,常常送急诊,不是一下子晕倒了,要不然一下子就呕吐,要不然就是发高烧, 她完全没有抵抗力,完全没有抵抗力,这个妈妈已经受菩萨戒,就是不敢煮肉给她吃,不敢煮鱼。 她现在很困扰了,写信来请示师父,那现在这个女儿谁照顾呢? 奶奶照顾,奶奶煮给这个小女孩,四岁的小女孩吃,她现在非常难过,很痛苦。 常常拜托妈妈,妈妈年岁也大了,她受菩萨戒看到就怕,然后女儿正在发育成长。 我现在请问你,如果你是法师,你今天冷静一下,在这个时候,在这个时候,你组不组婚? 要不要给这个小女孩子吃? 佛法它很困难,有时候在智慧跟慈悲都没有办法解决,因为那个是时空性的问题,对不对? 好,那我现在问你,赞成,自己不吃,可以煮给那个女儿吃的,你认为应该可以的? 你举手,我看看你们的表达,嗯,有慈悲心,赞成,你认为还是要坚持守戒,让他死的,对不对? 女儿反正有没有抗体,不管他不吃就不吃,对不对? 你没大,没问题,我大行就好了,插插你了,好,那你认为受菩萨戒还是坚持戒在,人在,戒亡人亡,你认为要坚持持戒的? 还是不给,不煮给女儿吃的,不管人群事故,你认为这样子,请举手。 你看,这个重东西,你真的一定要怎样,真的是很难啊。 他才小女孩,说常常上急诊的,常常送急诊,为什么? 树也不吃,昏饭也不煮,妈妈也不太会煮,就一直这样子,一直没有抵抗,完全没有抵抗力。